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我是富翁團隊的研究部總監,CAM 古坦 劉永德 今天又是我跟大家見面 延續上一集我們講過恆生指數大升大跌日的時候做反手部署的策略 看到反應都不錯 所以今集我們就focus在美國市場上,S&P 和大家看看這個大升大跌日的反手策略又如何呢? 如果未看上一集的朋友,都可以點進去看 而今次我們的研究發現,竟然是有接近247%的回報 比恆子足足多了一倍多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最後,還有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除此之外,我們也有MTTV的新頻道 也可以在下面找個連結,點進去 裡面有不同投資市場的KOL和大家做直播 那立即回到今天的主題 事源就是因為我們看到,無論恆生指數或S&P 在今年的走勢都非常反覆 有大升大跌的跡象 所以我們就想做一做這個反手部署的策略 去研究一下究竟有沒有利可圖呢? 簡單來說,反手部署,即是說如果昨天是大跌市的話 那你在收市的時刻就買個升,就看看有沒有利可圖 相反來說,如果大升市,即是黑色圈這個位置 你又買個跌,看看有沒有錢賺的意思 那你去到這裡會問三個問題 第一就是,究竟這個反手部署賺不賺到錢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升多少,跌多少那一天 你才去做一個反手部署,會賺得多些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你如果買了升或者跌 你究竟要維持多少才是最合適呢? 所以從這三個問題的方向去研究 我們這次又帶給大家40個不同的策略 去看看究竟哪一個比較值得 這次的研究也是用了20年的數據 而都是用日線圖去處理 每一次的trade都假設是all in all out 意思就是說,全部注碼扔下去 去看看結果如何 事不宜遲,首先我們看看如果是升市的時候 我們反手道處買個跌,會怎樣 看看標譜的結果 這次,我們又是用五個的情況 第一個情況就是,無論你升多少 我們都照樣做過反手的部署 第二個情況就是,升1%或以上才做一個反手的部署 如此類推,2,3,4% 結果上面來看,似乎又不是太吸引 最多最多都是賺過74.3% 但是是說20年 如果你只是買標準普爾在20年放的話 其實你也有100%左右的回報 即是說,跑輸大試 這個backtest的結果 結果是否這樣呢? 當然,如果看開我們街頭智慧 都知道我們不會罷休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些改良策略 在每一個情況那裡 跟上一集一樣 又是分開了ABCD的scenario 買入的部署是一樣的 但是呢,賣出的日子就變了不同 分別就是,買入了之後 例如,昨天是升的 那你收市那一刻就買跌了 那就HOLD4個不同的日子 看看4個的結果會如何 包括就是HOLD1日會怎樣 HOLD2日會怎樣 HOLD5日會怎樣 HOLD10日會怎樣 那圖上面又得到的結果呢 發現,如果在情況1 即是無論升多少 我都會做一個反手部署的話 其實無論你HOLD1日2日或者HOLD5日10日 其實都是沒有一個吸引的回報的 情況2,升多於1%才做反手部署 照樣HOLD1、2、5、10日 結果雖然好過情況1 你看到2B這個情況 HOLD2日的 是有87.7%的回報 但是都是跑輸大試 所以也不能夠納入我們的參考裡面 情況3也是一樣 不吸引 情況4也是 情況5也是一樣 那講到這裡 大家可能都氣餘了 不過不要緊的 因為好氣在後頭 如果大家還記得上一集的話 其實恆生指數 如果你做升市的反手部署策略 也都是不合理的 因為無論是美國也好 香港也好 整體的經濟排面上都是上升居多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上升市玩反手 有點難度 所以不合理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只不過我想用數據再證明給大家看 所以好氣在後頭的後頭 其實就是在跌市上高的 好啦,那我們先來看看 經過改良之後的策略 在情況1的跌市 結果又怎樣看呢? 即是說 無論它跌多少 我們照樣在收市的時候 都是賣升 那就去hold 分別一日兩日五日十日 也是的 結果我們就發現 如果你是hold一日 其實是有接近247%的回報 足足排行大市1.47倍的水平 非常之誇張 但是呢 我就嫌這個策略的交易次數比較多些 20年足足做了1,660次 即是接近一年要trade整83次 拿你命三千 那我這些懶人來說 就未必是一個首選 但盛在最大的跌幅都頗理想 最大的跌幅只有26.5% 又是跑贏大市了 很多朋友都應該負擔到這個心理難關 情況二的跌市又怎麼看呢 我們這裡就見到2D這種情況 最大的跌幅去到1%或以上的時候 我們就做一個反手部署 買升 那hold十日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 有159.8%的回報 大市buy and hold同一個時期 就大概做100%的回報 意思就是說跑贏大市接近59% 還有呢 雖然回報是比剛才1A這種情況較為少的 但是盛在他就是交易次數只有252次 即是為起來計 一年你都是做過10多次 對於我這些懶人來說 就幾適合了 不過最大跌幅這裡 43.3% 就比剛才1A那種情況高 所以一旦你心理負擔不到的話 有機會你就會在途中放棄了策略 然後他才來賺錢 好啦那我們看看其他的情況 情況3 2%的跌幅 又怎麼看呢 是不合理的 情況4 都是不合理 情況5 亦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總結來說 我自己就會覺得 情況2D 跌多於1%的時候 反手部署買升10日 這一個是最帥最理想的 而相反來說 比較進取的朋友 勤力的朋友 trade多些 那就可能會參考1A這個 無論跌多少 反手部署 和上一次的研究盲點 亦都是一樣 都是那些行業 因為這一堆的backtest 都是用過往的數字去統計出來 所以之後後事會怎樣呢 有機會都會影響 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帶出來 但終究的總結 亦都是一樣 在S&P 又或者恒生之數 整體來說 都是大升市 從長線角度而言 所以你做反手部署 在升市上高 就會輸時一點 另外我們也要注意 maximum drawdown 最大跌幅的問題 是不是你自己 心理會符合到呢 也都要謹慎去選擇你的工具 不要被人打爆倉 因為隨時 maximum drawdown 太大的話 被迫平倉 你就有違了策略 最後我們也可以配合其他的技術指標 去做出入市 看看會不會改良到這個結果 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時間段 月線圖、周線圖、小時圖等等 甚至是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資產 亦都可以嘗試一下 最後都是那句 多謝大家對我們團隊的支持 記得給like和share我們這條片出去 等更加多人去知道這個得意的結果 拜拜 星級版再升級 我們的星級版2.0 如果想天天都見到我們 天天都見到每一天分析 幾個環節 和大家一日之內 去講完全部你要留意的新聞數據 我們研究部 也都每一天篩選了你需要知的分析 最後我們也會給大家一個錦囊和策略 每一天應對大市的衝擊和機會 如果想每一天見到我們的話 一套棄票價錢提足一個月 3點鐘和9點鐘的星級版 在下面連結就可以申請到 加入我們了 Aeric Sir回歸了 Aeric Sir的旗子策略免費分享會 會教大家如何了解旗子的圖譜 歷史和大戶如何賺錢 5月22日下面的連結 見大家了 近來需求非常之強勁 所以我們拆開了一個 富翁電視MTTV的全新頻道 大家請訂閱 裏面有獨家的分析 和更加貼士 和大家繼續追蹤 以後的直播也會調去那邊 更需要貼士增值的各位 請去那裡去subscribe subscribe之後 在主頁有一條獨家的影片 等著你馬上看了 喂 大家好 我們團隊正式需要你幫忙 我們有個崗位就是 Social Media Editor 負責支援管理和安排 我們所有的製作影片和文章 當中準不準時 用什麼Cover 幾點Post 中間的字幕交代等等 有意義在這行發展的 也一定要在我們 另外一個崗位就是 Operation Executive 你將會負責所有的學會內部的資料和數據 如何去營運、儲存 處理日常的Operation問題 所有學生都看你頭的 另外一個崗位就是 Graphic Designer 如果你有熱誠去設計 也有創意 也有細心的你 完全無人歡迎 請發送你的CV DOOT這個KR Code就可以了 2020年市場比較波動 我們繼續有不同的免費分享會 給大家學習 近來我們分享會都比較爆 有興趣的 快點在下面連結報名吧